大家好,我是王光荣 本节课我接着上一节课讲 上节课我们讲的内容是NDK的类型 上一次课说了 NDK类型学了 其实是为了学习本节课的本地函数进代注册 所谓的进代注册 其实意思就是说 我们去调用一个招法当中去调用一个本地函数 那么它怎么去找到我们的这个C元函数 它怎么知道C元函数呢 就像之前讲过的NDK的开发步骤里面写了一个 招法当中写了一个秀函数 而我们去调用秀函数的时候 那么它就执行了C元的对应的一个函数 它怎么对应过来 只要你把函数名写对了 以及返回值以及参数写对了 它就会自动找到 它就是根据函数名的返回值以及参数来找到 我们之前NDK开发步骤里面讲的时候 只跟大家讲解了是函数名的对应关系 但是并没有讲返回值以及参数到底该怎么对应 所以这节课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 要把它全面进行处理 这里呢我们有个私利 通过这个私利去讲解 非常好懂 这一刻虽然是理论 但是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 但是它又特别特别的重要 把这个拖过来 首先看私利里面模拟了这么一种情况 模拟了一种情况 首先在这里生命了一个类 创建了一个类叫学生类 stu类 这个类所在的包名是com.mise.po 中间的这些写了省远号省掉了 然后上面又定义了一个类 叫mayactivity 然后这个类所在的包名是com.mise.act 然后请看这个类当中我这里是生命了三个什么东西呢 本地函数就像之前讲的那个秀函数 就像之前讲的秀函数 然后这三个本地函数 如果说如果说在抓碗当中去调用这些函数的话 我们知道真正执行的不是这些函数 它是去真正执行的是一个c元函数 那这里有三个函数 c元函数也有很多 它怎么去找呢 就根据那你的c元函数的写的命名规则 你的返回值 你的参数就要对应起来 它就可以找到一个对应了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本地函数注册 先来看这第一个吧 第一个以前遇到过 那么你说我们呢 我的角色说这下边就是对应的一些c函数 下边就是对应的c函数 如果说我去调test1函数 它会调到下边哪个函数呢 由于以前之前讲过一个秀函数 所以说这里我们这里呢 跟那个秀函数是类似的 去调用test1函数 它一定会找到的是这个函数 因为以前见过 参数 这里是没有参数 那么这里却有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是必须的 必须的 如果说这里面本来就有参数 那这两个也是必须的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下面这个函数 test1函数 我可以事先告诉你 test1函数 test2函数 它对应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函数 我们去发现 这个函数里面不是有三个参数吗 1 2 3 那首先你都应该在C元里面加上这两个固定的参数 然后再追焦 如果有参数的话就追焦 没有参数那就不要了 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就到了这两个参数的作用是什么的问题 这两个参数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两个参数的作用 这里有专门花时间进行讲解 我觉得还是 我们把思路倒回来 最后去讲那个两个参数的作用吧 先来看一看下面这两个函数的 对应的函数是谁 这个函数 它可以 如果掉这个函数 它对应的是这个函数 这里的函数名 我们根据以前的理论可以知道了 那么这个参数 我们再去看一看 参数的前两个参数我们能看懂 因为这两个参数是必须的 但是后面三个参数呢 实际上对应的就是这三个参数 你看它的对比关系 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是I 而这里是什么东西 JNI 这里是Bloom 这里是JBloom 这里是STU 这里是JObject 不知道你看了之后有没有想起什么 实际上 这就是我三一节课 讲解的 类型 对类型的 对比关系 我们的Job的类型 如果是Job 这里都是Job类型 你去接收 Job类型的参数 你这里 C语言的函数体呢 函数的参数 就必须写上 对应的JNI 类型的参数 必须对应起来 这个就可以了 RINT JINT Bloom JBloom 然后这个是一个引用类型 对应的是Job这个图 如果很忘记了 可以再看一下前面 我们讲的这个参数的一个对比 这个JNK类型的对比 你看 INT JINT Bloom JBloom 以及我们的什么东西呢 效益的所有的引用类型 对应的是Job 这样一看 我们就可以看得懂了 就看得懂 原来这两个是基本数据类型 这两个是对应的JNI的基本数据类型 这个由于是引用类型 所以对应的JNI类型 应该是Job 这样就可以看得懂 当然 再看一看反复值 反复值也应该同比的对应 这里的反复值是失寸 那你就要对应结义失寸 这里失寸对应结义失寸 当然这个失寸也可以改成 这里也可以改成结乎object 可以改成结乎object 原因还是来源于上一节课 原因还是从上一节课去找理论 你看这个失寸它对应什么东西呢 结失寸 其实结失寸就是结object的另外一个名字而已 所以这两个习法是一样的 一般说来我们开发了喜欢使用结失寸 而不使用结乌object 但万一你要使用结乌object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就是仓数和反复值了 就这样就全部给理清楚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 应该说函数本地注册 就至少这个函数应该洗成什么样的函数 应该搞清楚了 再看一看后面这个习法 那么这个对应水呢 其实这一个习法和上面一个是一样的 其他都没有进行修改 就是把结乌object 变成了结乌object 当然你的C函数 千万不要真的把这两个都写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到时候这个test2 他发现这里有两个函数都可以的 那么他到底去找老一个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里只能洗什么东西了 这两者取其一 当然这两个要是都写上了 C元那也通不过 因为这两个C元函数名字是不能够重明的 后面还有一个简单示例 这个就可以看得懂了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返回值 先来看返回值 返回值是stu 是引用类型 所以你看这种返回值 就是g-object对应的gni 这里的双数是tring 那对应的string 这个也是是tring 也是是tring 就这样对比起来了 我们发现这里有个static static 结果我们就发现这里的这个就变成什么呢 gclass 其实这个static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函数的后面的这个名字的声明 前两个双数 我们发现这前面都是g-object 而这里是gclass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只是一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写个另外一个名字 知道它是进太多而已 你看 gclass 其实就是g-object 我们仍然可以从这里去找到答案 g-string 你看 这个gclass 就是g-object 所以找得到答案 当然这里 只是说对比关系 我们绝对搞清楚了 接下来我去分析的是 这么几个 下面这几个 native关键字不用说了 之前已经遇到过好几次了 先来说一下gni参数的作用 gni参数 我们为什么要有gni这个差 gni参数 gni参数 你看这里有gni参数 gni参数 那如果司机在定义的时候呢 我们函数体应该是这个样子 gni是什么 它是调用gni参数的一个入口 它是调用gni参数的一个入口 接下来我去 这个入口是这样的 去看一幅PPT 去看一幅PPT 这需要非常深厚的c元基本语法 如果c元基本语法没有过关的话 这儿股就看不懂 但是它绝对没有超过c元的基本语法 gni因为它实际上是调gni参数的一个入口 gni参数 而且这个库里面有很多c元凯数 你看 gni到底是啥 这里type leaf construct 然后后面是一个结构体的名字 新号 gni参数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已经可以看出意思了 看出 这两个系统了 看出来gni参数 内型原来就是一个结构体指针而已 它就是个结构体指针 既然它是结构体指针 那么如果我就可以通过这个结构体 通过这个gni参数 前面再叫做新号 我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结构体 而得到了这个结构体之后 我们发现结构体里面原来有很多很多的凯数 我以前数过总共有208个凯数 怎么去电用这个凯数呢 你就用这个结构体去点去 如果干监控号 就这种形式就可以调到这个凯数 当然这属于C原道 我就不再多说 我们看后面这个例子吧 72新P等于hello2的 gni参数 einv等于文号文号 这说明我的这个inv 就后面就附了一个真正的inv 这样一个值 而这个inv 我知道就是一个结构体的指针 这里把inv前面交个新 那就得到结构体 结构体再加上这个符号 就可以去调用这里面的任意一个凯数 你看这里是在去调用new string utf 就是这里的第一个凯数 new string utf 凯数传参 那你就照着这个后面的参数传就行了 今天inv 这里又要传一个inv 那你就把 你就把前面这个inv直接放过来 作为参数 因为它是一个场景 从软件开发的角度讲的话 它属于一个场景 场景的一个变量 场景变量 就像说我们中国是个上学文 那我们到 到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成都 成都是个上学文 我们生活在这个上学文环境当中 我们到肯德基地儿去吃东西 那肯德基地儿就是一个场景 而这个场景 就是肯德基地儿 肯德基地儿呢 就为我们夫妇 我们就 它就会为我们 什么点 点什么肯德基 不是啊 点锅子关键的食品啊 之类的啊 后面这一个 是一个 翘二类型指针 你看我这里传一个P P是翘二类型指针 这样就可以调用到这个什么呢 NU4TW UTF函数 这就在C语言里面 这种语法叫做函数指针 当然这个函数有个反复是叫 是一个JNI类型 J四吋 你看J四吋 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结构体里面的函数 其实全都是 它用的类型啊 就结构体函数指针 指向的这些函数 它的参数和反复值 没有一个是其道类型 全都是JNI类型 而我们在使用 使用JNI的函数的时候 所有的函数 全都在这个结构体里面 所以说我们只要有了 在这个结构体里边 所以说我们只要有了JNI ENV 那我们就可以调用 所有的这两百多个函数 当然有一个特例 就是创建交了虚拟机的时候 有一个函数不是在这里面 只有一个函数没有在这 至于这个真理的这个函数的作用 我们后面讲 字符串处理的时候会涉及到 所以现在就不管它 现在我们要知道 JNI ENV 原来是可以调函数的 是这样的 好这就是JNI ENV的这个作用 你看知道它的作用了 你看那么我们的每一个函数体 原来这个函数在被调用的时候 这个后台就会自动把这个参数传进来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去什么 创建这个边缘之位的 你直接在函数体里面 取出INV 然后通过这个INV 就可以调一系列的函数 实现我们的功能 实现我们的功能 再来看J-Object参数 J-Object参数的作用是什么呢 随便找一个函数来看一看 J-Object就这个 J-Object实际上 它是一个指人 它指向谁 它指向都是交了虚拟机的一个Job对象 那为什么这样说 觉得很奇怪吧 首先我觉得指针 声源指针指向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的 这个也要明白 还有要知道交把对象 它是放在交把去虚拟机里面的 也要明白 还有一点最重要一点 比如说用这个 我去调用这个Test1函数的时候 那看它又不是一个近代函数 它是一个实力函数 既然它是个实力函数 所以说就只能通过这个类的对象去调这个函数 而根据J-Object的基本语法 我们的一个J-Object的对象去调用一个J-Object的函数 那么函数体里面可以使用类似 而类似代表什么 类似代表指向调用该函数的指针 是这样一个意思的引用 声源的说法是指针 那也就是说这个类的对象可以调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里面就应该通过类似去 就直接写个类似 那就表示调用该函数的对象 但是这是C云 因为真正执行的是这个C云函数 那C云函数里面我们能不能写一个类似这样一个指针呢 不能写 不能写 所以它换了一个办法 什么呢 用这个来指向它 也就是说当我们用这个类的对象去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那么函数真正执行的是这里的函数 而这里的函数的这个类似 它指向的就是刚才调用test1的一个对象 就是MayActivity的一个对象调用test1 test1到时候执行的是这里 这里的THIZ指向的就是我们的调用test1的对象而已 而这个对象是在Java虚拟机当中 所以这个指针就指向了我们的Java虚拟机的这个函数 那么当然取出来我们就可以操作这个Java对象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理论 我们还有一个参数Jclass Jclass我们之前分析过 它其实就是Java这个特 看来也是个指针 它们的特点就是可以指向对象 它们的共同特点也是指向对象 这个地方我怎么来分析呢 像这样来分析 这里有一个Static 因为我们之前发现 如果是静态的方法 我们发现这里呢 我写的是Jclass 当然也可以写Jobject了 按照数据规范 我们还是写Jclass Jclass里面的这个GC指什么呢 是不是还是指向调用这个函数的对象呢 当然不是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函数不是用对象调的 它是静态的 是通过类名点去调的这个函数 那我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 这个GC指向的是这个类名 指向的是这个类吗 当然不是 这要涉及到Java基础里面的一个反射技术的指示点 Java基础里面反射技术 就是一个类 每一个类都 通过每一个类都可以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class对象 而class对象代表的是这一个类的信息 它是一个法式的入口 所以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Jclass声明的这个GC 它接收到的指 实际上是指向的这个类的一个class对象 就是这个类的信息 看吗 这里是通过类来调这个函数 所以这个就指向了这个类 就这个意思 你用对象来调这个函数 这里面的类子就指向的是调用该函数的对象 就这样你可以分析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理论 当然怎么使用 这个肯定是要一步一步的来 后面还会详细的涉及到 还有一个访问权限修持符的问题 访问权限修持符会 这里有 这写错了 private sorry 访问权限修持符对我们声明这几函数有影响吗 访问作用于范围有影响吗 两者都有影响 没有任何的影响 也就是说 上面的这些访问权限修持符 不管是私有的和共有的 对这个C语言函数的这个注册 这个近代注册 不产生任何的关系 因为C语言不认识访问权限修持符 C语言也没有访问权限修持符的这种说法 下面呢有个作业 就是说在Java中声明一个函数 在C语言中定义成什么样子的本地函数 希望大家自己去完成 Pocker是这样的 package.com这是个包 包上面有这个学生类 学生类里面有一个getstr的一个函数 返回之string 参数xstringstr stst 那你现在你要去洗个C语言函数 来与它进行一个对应 该怎么写呢 应该我想只要你听清楚了 肯定可以写 如果你还不能写 希望你把前面的再进行一个听一遍 那个作业难度 也没有超过这里所洗的这个难度 超过多的 原理是相同的 没有多的 这节课呢 我们就接着上面的NDK类型 讲了本地函数的静态注册 当然我们从扩展的角度上说的话 这个函数的静态注册 其实还有一种叫动态注册 叫动态注册 那个动态注册的深远函数的名字 完全可以不按之前所讲的这种规范出牌 就是说它完全可以 洗个任意的名字都可以对应起来 那么这怎么会对应起来呢 肯定你们觉得一般 一般刚听到这样说的话 觉得奇怪 是这样的话 它可以通过什么unload的一个函数执行 然后在内存里面生成一张对应的印象表 当然这就称为 NDK本地函数的一种动态注册技术 这个技术呢 我在我们的这套视频里面 没有打算去讲这个技术 但实际上在NDK Fonework 安卓的这个Fonework 这一层其实大量使用了这个动态注册技术 因为我这里呢 我们暂时不讲 但是后期过程 我们可能会加上去 因为这部我们这套视频呢 暂时没有讲了一个内容 好吧 说到这里 那么我们都准备工作了 学习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有介绍原理入门 环境开发步骤 以及类型和本地函数注册 我们还几乎没有写个什么函数 就写了一个导印的函数 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 真正的GNI函数的入口是GNI-ENV 后面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 写一些实际的 更贴近或实际的 要使用上GNI-ENV 去调用一些GNI.H 同件导进来的一系列的函数 去实现一些功能 所以后面 所以到目前为止 绝对部分是以理论和环境 后面呢 就几乎是一种实战了 这句课就到 这句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